进入联合国 在联合国大会堂 做世界和平祈祷 这桩事情也是讨价还价搞得很久 他们怕 怕宗教来的时候会扰乱之许 害怕 我们才真正了解联合国对宗教的态度 与宗教联系的代表 联合国只有一个人 没有单位 斯里兰卡有个法斯 法罗法斯 第一次他来见我面 他穿的是西装 他说他是出家人 我说你为什么穿这个衣服 不方便 不方便 我们这个会议开了之后 联合国认识要做教育 秘书长对我们非常赞叹 他说教科文组织成立六十周年 是以这一次的会议最成功 职许好 内容好 没有丝毫 这个争论 那种现象非常赞叹 没想到宗教是这样获喜 是个宗教代表 手牵着手在大会堂做祈祷 非常感动人 所以会后呢 我听说教科文组织 正式成立了一个宗教的故事 大家深深感到 我们需要和平 啊